立法院开议院长韩国瑜 忧郁难题 国民党维备葛要求行政院长 陈建仁先道歉再被寻 今天是2月10号 也是市政办法第一天 不满韩国瑜没有才事 民进党立委呛瞎 韩国瑜接招宣布休息 但台下来与大战才刚刚开幕 白人女神黄杰一个剑步 试图夺走罗志强手上的麦克风 空战女神徐晓鑫立刻上前不麦 女人的战争上演抢麦大战 隔回陈建仁只能哭作满脸无奈 首次主持大院就接连被自家人出考提议时间 再挽回到抢在民众党之前 国民党立委吴宗仙六点就排队七点抢投降 提案变更议程要求加开实案专报 但不到两个小时就吃案 理由是要支持民众党 面对蓝白首度西首合作 民进党团则要求新协商再讨论隔时加开运会 如果不是民众党黄国昌总招 行个人英雄主义甩头走人 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在进行 社会都期待的实案报告了 对于行政部门监督的力道上是强化的 院会处女秀新科立法院长韩国瑜中场休息 遇上蓝音杯葛 看守内阁陈奎上台一泊三折 TV新闻朱光宏佳慧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